京华永康街头 一辆小车一头撞上前方正在里让行人的面包车 猛烈的撞击导致小车车头凹陷 就在双方驾驶员下车协调时 小车车头开始冒烟 随即出现火苗 双方车上都没有配备灭火器材 驾驶员立即向对面医院求助 刚才在办公室的坐着的话 一个车主直接跑我这里来说 那个对面起火了 我当时也没什么想 直接就提着两边的灭火器过去跟他灭火了 小车车头的火势逐渐变大 不少人过来帮忙 四家车 公交车驾驶员 以及医院微型消防站的队员 带着灭火器材前来铺就 经过七名灭火侠的努力 大概十分钟后 火势被成功扑灭 1818黄金眼综合报道